錄製聚齊的部分 錄製聚齊的話 第一個一樣 我剛剛講過 怎麼錄 開發人員這個一定要出現 開發人員裡面有錄製聚齊 所以你要彩排 剛剛已經彩排過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就直接按照我的動作 step by step的把它錄下來 所以第一個我先按錄製聚齊 他問我說 那你的聚齊名字要叫什麼 可能我叫做 瓜糊至串聚齊好了 反正這個名稱自己取 你自己取一個 後面的話也加一個聚齊好了 因為跟VBA可以區隔 這個是聚齊是錄的 按確定就開始了 所以建議的話 第一個你優標不能直接放在B2 一定要放B2以外 所以你要先點一下這個B2 然後他會幫你錄一行程式叫 range B2.slater OK第一個 二的話 就是在上面 點一下資料編輯列 然後把這個公式 直接把它打勾 他就填進去了 所以他會把這個公式 填到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你在錄製聚齊的時候 不要把那個公式給刪掉 如果刪掉你便要自己重達 OK 好 這個第二個step 第三個就是快點兩下 直接在儲存格右下角 點兩下 然後向下填滿 好 這樣OK了 請你把它停止錄次 好 這個第一個OK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這邊有一個什麼 聚齊 這邊就有一個刮弧自竄聚齊 好那我們錄完一個囉 當然如果你想要驗證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先刪掉一下 然後再執行它 執行怎麼執行呢 點一下這邊按執行 有出現 表示成功 那如果假設你說 老實說一執行發現錯誤怎麼辦 那NG就重來 重錄就好了 OK 所以NG就把它蓋過去 這樣它就會有一個新的 好那第二個就是錄一個什麼 刪除這個範圍 刪除範圍都很簡單 就是這邊有個 一樣錄製聚齊 然後這邊聚集名稱就是叫清除聚集好了 清除 所以名稱自己取一下 清除 OK 然後按個確定就開始囉 所以記得 優標一樣不要直接放在B2 放在B2以外的儲存 我隨便放這邊好了 按確定 1優標放這邊 2的話呢 Ctrl Shift Ctrl Shift向下 我剛剛好像多跑了一個動作 應該是 優標放這邊 然後Ctrl Shift向下 不過剛剛我好像有NG到了 它好像優標跑到隔壁去 所以待會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你不用重錄啦 但你前提你是要看得懂 那3的話 Delete 所以1優標放在B2 2 Ctrl Shift向下 3的話Delete 就OK了 停止錄製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你可以先把剛剛這個先執行 然後再去執行清除看看 清楚有了 OK 那表示這樣就成功 最後呢 如果要把這個結果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那一樣嘛 記得喔 插入這個有沒有 這邊有個按鈕 叫做 表單控制向這個地方 插入表單控制向這邊 然後你就 在這邊 拖拉 像小畫家一樣 拖拉一個按鈕 那名稱就是叫什麼 刮弧 至串 去期 所以一樣點一下嘛 然後點這邊一下 拖拉 放開 有沒有 然後刮弧 至串 去期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把這個名稱複製 選它之後 把名稱複製按確定 然後再把這邊的按鈕1 改成就是那個名稱 刮弧至串去期 OK之後的話再把它按一下 它就有了 另外清除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可以再把它點這邊一下 再拖拉 不過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你假設再按一下有沒有 再拖拉 會有個問題就是 這個按鈕好像有的時候 不會一模一樣大 有的時候大一點 有的時候小一點 有的時候寬一點 有的時候 所以像我的習慣喔 我不會再做這個動作 就是我不會再重新再插入 我會用一個另外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第一個按鈕 按右鍵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複製完之後呢 在它的下方貼上 那你說老師那不是一樣嗎 對貼上都一樣 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修改 怎麼修改 按右鍵 這邊有個重新指定聚期 所以喔 你假設 假設遇到按鈕不一樣大的問題 你可以拿第一個 複製之後貼上 然後呢 貼上之後的話呢 直接怎麼樣 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期 然後重新修改它上面的名稱 是OK的喔 所以這個叫做清除 所以清除聚期 按右鍵 指定什麼 清除聚期 有沒有 所以我重新指定它喔 它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是清除聚期喔 然後並且把名稱也複製了 為什麼 因為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再把這個上面的名稱 delete掉 然後把剛剛複製的貼到 這個按鈕上方的話 那這樣就OK了 那這個好處喔 就是你不用去管那個按鈕 會不會一樣大的這個問題 因為之前常常同學喔 就會要調那個按鈕 那邊調半天啦 但是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喔 其實你按右鍵 有沒有 先右鍵才能選喔 那如果你要選這個按 可能要再選這個的話 你可能要按Ctrl鍵 再點左鍵 假設你兩個都要選的 其實喔 在那個 我記得它這邊有一個工具是什麼 它可以對齊 它也可以什麼 這大小可以調整 但是我覺得沒有剛剛那個方法簡單啦 為什麼 因為你還是必須要先把這兩個選起來之後 上方會有一個圖形格式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它的大小 跟它的什麼 對齊方式 比如說你要靠左對齊靠對 也OK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畢竟相對是比較複雜一點的動作 如果以剛剛我覺得 你乾脆就複製上面貼到下面來改 好像會比較簡單 如果你假設要調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去調整 所以聚集錄製最後就是得到這樣清除 然後關乎自竄 這樣OK了 有沒有 那當然最後喔 還有一個動作很重要 那到底這個錄下來程式在哪裡 有沒有 那其實錄下來程式基本上就是在聚集裡面 這邊有個編期 有沒有我們執行的下方不是有個編期 它會幫我把它切到Visual Basic 所以編期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不過有時候會閃退啦 閃退的話你再點一下Visual Basic 它會跳出來 它會把這個程式放在Visual Basic裡面的模組 所以這邊會錄下一個Module 1 所以以後的這個聚集一律都在模組 Module 1 那裡面的話會產生兩個Sub 一個Sub就是瓜弧自竄 有沒有 前面是Sub 然後結束就End Sub 底下就是叫Sub 叫清除聚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名稱有沒有看到 我把它放大一下喔 有沒有 其實這個名稱 就是跟這個名稱一模一樣 有沒有 這個 這個Sub有沒有 指的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 那前面只是多一個Sub名稱 後瓜弧 那結束在End Sub 所以這個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這一個 所以你點它 就執行它 那你點它 就是執行這個 清除聚集有沒有 就是這個 那一樣是End Sub 所以呢 也就是說以後人家問你啦 那到底那個聚集放哪裡 簡單講起來 就是放在模組 Module裡面的 什麼呢 其中一個Sub 名稱就是叫做 你剛剛錄那個名稱啦 比如我在聚集名稱 就是瓜弧自竄聚集 OK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完成啦 不過最後我是建議 這個程式裡面到底寫什麼 如果你假設會知道的話 那更好 所以最後的話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字放大 工具選項 然後撰寫風格吧 把字改到14號字吧 不然這字實在太小了 9號真的是 真的喔 不容易閱讀 然後第二個的話 請你再加上註解 還記得吧 我們第一個動作好像是什麼 游標放在B2儲存格 然後輸入公式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向下填滿 所以喔 請你在這上面再加註解 那清除也有三個動作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明明做三個動作 為什麼他這邊有四行乘四 其實最重要最下面這一行乘四 其實是不需要的 所以這個什麼什麼點子類的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的 那最後其實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我這邊有個註解的這個部分 然後應該是在我們的雲端百百上面的那個 這邊有一個吧 151瓜湖中自竄 這個裡面有一個講義 裡面就有提到入日去期的部分 那請各位自己再加上註解吧 有沒有 第一 游標放在這個B4 二的話呢 就是 什麼 二的話其實就是這個啦 Active Sales 其實它點了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 目前游標所在的儲存格 那Formula就公式 就把公式 然後再第三個就是把那個 空點向下填滿 有沒有 右下角有個空點 快向下填滿 所以你們可能就是自己再把 註解加上去 名稱可能跟我在雲端上放的可以不一樣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有沒有 1 2 3 這邊是1 2 3 加一下註解 自己加一下 那註解前面一定是 單以後開頭 OK 這樣就完成了 到了 2 4 4 6 4 5 5 6 不一定一樣沒關係 你可以輸入你自己能夠理解的語言 然後你那個敘述方法都OK 試一下 所以這個聚集部分就OK了 待會的話我們就要來看VBA了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三個階段 函數、聚集、VBA 試一下 把這個部分完成 試著完成